他那麼進餐廳外可以看到一名老翁緩緩走出來 仔細看他手上竟然有一把槍 隨後他朝著已經休息的餐廳大門射擊兩發 餐廳鐵捲門上明顯的弹孔痕跡歷歷在目 事發就在週五上午點多 這名61歲的老翁跟朋友在安平去的餐廳聚餐 其中兩位朋友久後發生口角爭執 老翁想當和事佬卻被波及 他向警方功稱不滿店家沒有出面幫忙 才會心有不甘回家拿槍 折返回餐廳開槍 導致餐廳內一名31歲的弘姓店員肩膀受傷 另一名51歲的無姓店員頭部受傷 軍送一擊救後均無生命危險 第二發則卡彈未擊發 本分局獲報後立即與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刑警大隊成立專案小組 並報請台南地檢署指揮偵辦 立即迅速於今日上午將開槍的52年次 黃姓男子逮捕歸案 事後警方丟了監視器追查老翁導案 當時他人還整個醉醺醺 先來後直說後悔 還是被依殺人罪移送偵辦 另外槍支哪裡來 警方仍要追查 三立新王少宇成員台南報導